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接词 下一个接词 up 它和zeit可以放到一起来记 zeit 发生在过去,持续到现在 up 发生在将来,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表示的是 从什么什么以后 括号 一定是将来的事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 从什么什么起 也一定是将来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那片空地正在大师工程的话 你就会问在做什么 你只在盖一个商场 你会问商场什么时候能够营业呀 我来给你造一句子就说 从下周一起商场就可以营业了 下周的事情将来 从那天起,从那个以后 要用up 好,那么我再来问大家一句 学德语去到现在也有了好多学识 那么你自己是否每天都在说这样一个事情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大家每天背记单词 背记语法做大量的练习题 你有做吗 你肯定会跟自己这样说过 说的是 哎呀,从明天开始起 我好好学习 从明天开始 我好好学习 将来的事 而不表示 从明天以后 从明天起 点心的up 我来给大家写这句 但是我特别希望你把它改成 从今天起 你好好学习 从明天就好好学习 up morgen 我要好好学习 如果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请用with is 前面讲的情态动词 从明天开始 我要好好学习 从明天起 我要好好学习 我希望你变成 我从今天起好好学习 好,再来 下一个实验词 从 bis 特别像我们学过的 from to 应用中的词 时间上 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好,如果你说 我很辛苦 我从周一到周五 必须得工作 这句话 前面讲的情态动词 你就可以写成 Leaner ich imo 无论怎么样 一定要保证动词 第二位 好 from bis zwischen 在什么什么之间 再往下的实验借词 叫做an 我再提醒一下 实验词加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 dem,dem,dea,den 在an的时候 经常加到阳性名词 会把undem缩写为arm 我们之前见到了很多的arm 全都是undem的缩写 会把undem缩写成arm 好,an什么时候去用 它加两个成分 A加的是某一天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它生活中常用的 进行一个拆分 哪一些天在生活中最常用呢 周一到周日 周一到周日 你想,在星期一 在星期二 在星期天 一定是常用的 表示某一天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本子上 来跟Leaner来背记 或者大家是在听说过程中 已经学过这些词 周一到周日分别怎么说 好,请跟Leaner来记一下 周一到周日的说法 周一 无论这七个词怎么来记 都是阳性名词 周一 周六 周六 星期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指的是打雷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由的 星期五 快乐的天 自由的天 因为马上迎来周末了 Freitag 星期六的说法没有来源 看星期天 星期天的构词 Zone 太阳 星期天德国人都干嘛 休闲呢 度假呀 出去玩呀 当然西方是个大晴天 那么星期四是打雷天 星期天是出太阳的天 Zone Tag 德语中叫做Zone Tag 英语中的Sunday Zone 再给你来来读一遍 Montag Dinstag Mittwoch Donnerstag Frei Tag Samstag Zone Tag 好 无论你说在一周七天的某一天 都要用的借词是安 我说过它们都是阳性的 所以都应该是阳性变成第三个 第三个变成的是Dame 所以都缩写成的是Arm Andem缩写为Arm 下面我们来造几个句子 那就是 星期天的时候我踢球 在星期天的时候我踢球 Andem Arm 星期天Zone Tag 我来踢球 注意动词的位置了 所有球类运动 全都应该用的是Spielen Spielen Spielen ich Fussbar Spielen Spielen ich Fussbar Am Zone Tag Spielen ich Fussbar 星期天的时候我踢球 动词第二位 好 再来 如果想说 你什么时候去跳舞啊 你说 我每周二有舞蹈课 在周二的时候 我去跳舞 Am Dienstag Gear ich Tansen 我去跳舞 Gear ich Tansen Am Dienstag Gear ich Tansen 好 那么按这个词 除了加一天之外 还可以加入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 就是一天中的一部分 一天中的一部分 一天中的一部分 什么叫一天中的一部分呢 再跟着 李希老师来总结 他就是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等等 早上 Mogen 这些词 都是阳性的 Mogen 一定要注意M大写 如果小写 变成了明天 Mogen 上午 Full Mittag 中午 Mittag 下午 Nach Mittag 晚上 Aband 他们也可以用 按 加 Dem Dem 三个变成Dem 缩写为Am 要是在一天中的 早上 下午 晚上 所以 Am这个介词都翻译成在 它能搭配的是 一周的七天的名词 以及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推理 我可不可以说 在星期六的晚上 我做作业呢 当然可以 介词还是Am 在周六的晚上 我们不妨来造几个句子 在星期六的晚上 我做作业 Am 大家摆在这 星期六的晚上 Zam Stag Aband 可以合议成一个词 周六 晚上 好 我做作业 Mach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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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 在星期六 用Am 在晚上 用Am 所以星期六晚上 还是用Am Andam 所以用Am这个词 多数出现的 都是第三个的名词 多数出现 都是第三个的阳性名词 所以变成了Am Am Zamstag Aband Mach House House Gab 好 再来看下一个介词 下一个介词 In 一也翻译成在 那么Am 表示的一个天 和天中的部分 In表示什么呢 其他的 什么是其他的 往大的说 可以表示的是年 在某年 某月 某个季节 周 往小了说 可以有小时分秒 往大的说 在某年 在某月 在某一个季节 在某一周 都可以有In 往小了说 小时分秒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我小说的是 在三月份的时候 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通过了考试 三月份 März 月份都是阳性的 In dem März 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通过了考试 固定搭配 Bestehe ich die Prüfung Bestehe ich die Prüfung In dem März Bestehe ich die Prüfung 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通过考试 好 In dem 也可以数字成 im 跟andem是一样的 可以数字成im 所以 只要你掌握了 年 月 季节 周 小时 分秒 这些的名词 就可以很顺利的 写出来 等于当中的 在某年 在某月 某个季节 某一周 某个小时 某分 某秒 那么我们来 梳理一下 印和暗都表示在 那也就是说 以两个点为中介 那就是一天 和一天中的一部分 中间有暗 两边的大和小的 都要用音 下一个介词 by 表示在什么什么期间 我们在这情态动词 那一刻的时候 造个一个句子 叫做 考试的时候 在考试期间 不需要用字典 还记得那一个句子吗 by dea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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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 by 三个 dea 不被允许用字典 daf daf man kein weerterbuch 使用 benutzen by 在什么什么期间 by derpoi f daf man kein weerterbuch benutzen 在考试期间 不需要字典 by derpoi 好 刘老师要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到德国 去留学的话 有两类考试 第一类叫 德服考试 很好记吧 给巧克力一个名字 还有类叫 dea sr考试 得一种字母 dea sr 德服叫做daf 很有意思 如果你打算考 dea sr考试 北京新浪学 就是一个考点 我们这个考试里面 允许用字典 但一定是单解字典 就是德德字典 德服考试 绝对不需要字典 就可以用到这个句子 by derpoi 在什么期间 by 最后一个实验解词 去 去表示 在节日 在节日当天 去 在节日当天 好我们造一个句子 在圣诞节的时候 孩子们会收到礼物 Zu Weihnachten 圣诞节 Wi Weihnachten Zu Weihnachten 好孩子们收到礼物 bekommen 收到 一定第二位是动词 bekommen de Kinder 好 礼物这个词 Geschenk 孩子们会收到礼物 在圣诞节的时候 Zu Weihnachten Zu Weihnachten bekommen de Kinder Geschenk Geschenk 礼物 在节日当天 Zu Weihnachten 德语中的词词 时间词十二个 结束 李游老师来重复一下 这十二个词词分别是什么 并代表什么意思 和终点相关的 um gegen 在几点 某一点整 um 将近某一点 gegen 之前和之后 for nach 在几点之前 几点之后 或者工作之前 下班之后 等等都可以 for nach 自从什么什么以来 zeit 等于用种的since 发生在过去 持续到现在 发生在将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 自什么什么起 up up 好 在谁和谁之间 from bis 等于from to 也可以用 zwitschen wnt 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from bis zwitschen wnt 再来 在这个字的翻译 在某天某年某月 有两个介词 印表两头的 特别大的 年月季节周 以及特别小的 小时分秒 暗表示中间的 一周七天中的 某一个某一天 以及一天中的 某一个成分 by表示在什么期间 醋表示在节日的当天 如果你要想 把德语学的简单 实用有趣 一定要记住 虽然得一种借走格的概念 我们可以大胆地去记 时间借词 加第三格